财经风味 投资百味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婷 欢迎在每周末 与我们一起共进财富大餐 本周A股迎来了8月的开门红 在军工科技等板块的带动之下 短期市场的做多热情 是再一次点燃 两市的成交量也回到了万亿以上 那么在经历了红七月之后 8月的行情 还能不能继续期待呢 伴随着公募基金 二季度持仓的公布 我们能否从中 一窥后续市场的投资方向呢 本期的节目我们的嘉宾 就将会一同来关注 进入到今天的财经风味 财经风味 投资百味 大家好 我是军宏伟 欢迎大家每周末 与我们共进财富大餐 我们将使您的投资 像烹饪一样有趣 让财富充斥您的味蕾 同时我们的节目 在第一财经和我的互动平台上 同步播出 欢迎大家及时的收看 8月开门红 到底能不能在8月份 创出3458的新高 本周我们来聊聊 8月份的那些事 看看对操作有什么帮助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好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我们本期来聊聊 8月份开门红以后的 下半年的行情 从目前来看 市场在临近前高附近 这个位置很敏感 我想比较敏感的是 虽然大家对中长期的行情 都很看好 但能不能在8月份 就创出新高 市场有没有做好准备 投资者有没有做好准备 机构有没有做好准备 我想这是我们本期节目 最重要要聊的 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看 经济数据吧 经济数据是第五个月了 对吧 五个月在PMI 在50扩张期以上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了政治局会议 为下半年做了一些定调 老袁先来对这一次 整个大家关注度很高的 这个会议和经济数据 做一些点评吧 你的感觉怎么样 好 我觉得刚才说到 一个经济数据PM是吧 连续五个月 已经在50以上 这实际上反映出 我们在疫情重大的 这个事件的一个冲击之下 我们的经济已经从坑里 开始爬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最坏的 这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 对 所以如果从基本面 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我们现在看环比 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 都比前面要好 所以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在这里插一句 如果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那我们现在的股市 应该也是完全跟随着 经济的这样一个爬坑的动作 我们已经爬到坑上面来了 但回过头来说 如果从同比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想我们还没有完全恢复 这一点也必须要证实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 半年度的年报的 公布的一个示范 那这个我们一定还是要 跟去年的同时段 要做一个比较 那这个做比较的一个过程 那我想能够看出 很多行业的一个优劣 有些行业可能跟去年相比 还是在增长 但有大多数的一个行业 跟去年相比 那还是受到了一个影响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正视 所以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 其实也是淋漓尽致了 展现了这种行业之间的 这种差异性 那么接下来 我觉得刚才提到了 一个重要会议 那展望下半年呢 我想大家都非常关注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这一点呢 从表述来看 没有多大的一个变化 同时呢 我注意到像财政政策当中 注重时效 这一点我觉得 我挺有感触的 那么此外呢 还有货币政策当中 是精准落地 那么这些呢 我觉得在下半年的 一个工作当中 大家一定要关注 而且呢 在这个内循环的 一个着力方面 我们已经看到 有相应的一些措施在 继续在落地 同时会议上也提到了 内需要振兴内需 对 同时呢要推进一些 重大区域的 一个发展战略 对 消息其实非常的多 小吴对这个会议有什么想法 其实这样一个会议啊 应该来说对下半年经济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定调 那么对于二季度 其实整个经济 我们是认为复苏是超预期的 复苏超预期的 并且是在这样一次会议当中 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提法 另外的话 我们回头再看到 包括货币政策 包括财政政策 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 回归常态化的这样一个动作 这样一个表述存在 所以从小吴的意思来看 我们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就是说如果说上半年 是更多的关注货币和财政政策 下半年其实要更关注经济数据了 其实在这次的表述当中 还是有和之前五月份的 这样一个表述有所不同的地方 在货币当中 其实删除了降准降息 再贷款的这样一个提法 删除了整个流动性的 这样一个合理充裕的 这样一个表述 这可能会对于部分的这样一个成长 可能估值比较高的一些领域 会形成估值上的这样一个压力 这就是小吴刚才说的 可能预期中的常态化的表现 因为是慢慢回归了一个常态化 再有看到整个的一个财政 财政政策依然是相对来说 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提法 而且在下半年的话 我们预期还会有更多的一些 类似于地方债 特别国债的这样一个 最终的一个落地 可能会对于整个财政领域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 所以这可能会形成市场当中 一定的这样一个风格的一个迁移 就原来的话高估值的品种 它们是非常依赖于 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个环境 可能现在有边际守紧 估值继续扩张 其实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空间了 但是另外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和财政相关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基建当中的一些 比较有弹性的这样一些细分 无论是说建材也好 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基建当中 类似于近期有所表现 类似于工装等等 它可能都会闪现出 一定的这样一个弹性 因为它们本身估值比较低 下半年景气度 在整个基建领域 有非常好的一个保证 所以旧基建加上新基建 依然是处在一个 可能被风格所关照的 这样一个领域 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会议 可能会对于未来市场的一个风格 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映射 再有从机会层面看的话 这次多了一些比较新的一个提法 也是老提法的一个再强化 包括新型城镇化 城市群的这样一个建设 在未来可能它承载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 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动力 我觉得小吴刚才把这个树立以后 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的看点 但我好像隐隐地听出小吴的 当然小吴的观点 其实已经持续了有几周了 就是对于高峰篇的那些 偏科技类的 或者我们说消费类的 绝对高估值的品种 可能下半年在流动性的意志下 可能会有些波动 所以我们首先落地到二级 刚才我说的是宏观 二级市场我们先给大家看一张图 公募基金与北上资金的进于退 在7月份 我们看到了很多卖方的报告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个数据 第一个是二季度公募的绝对仓位 主要提升在消费和科技上 但是如果你回想我们 什么时候这一波冲过3000的 是在7月初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7月初看到这个数据的话 你是不能相信 怎么会突然这些7月份的时候 突然间来了一波蓝筹股的大涨 所以这种风格的变化 按照小吴刚才的风格 他觉得好像这种变化已经来了 所以也是最近市场很关注的一个 切换还是不切换 或者说这种切换是一种 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老袁怎么看 我觉得切换这个词 大家都在谈 要谈到切换 就从资金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问题了 7月初和现在8月初 我们可以把资金流向的一个情况 做一个比较 你梳理一下 7月初的时候 北向资金 这个还有融资融券 不得了 前面大概半个月 都是千亿级的一个流路 这个1500亿 1200亿左右 一个流路 对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 就是新基金的一个发行 公募 也是7亿级的 公募基金也是 这个前面有两个 是当日就是顶格300亿 对 之后呢 有些是开始摇的 给的一个比例呢 是20% 对 但是现在8月初 首先300亿顶级 我见不到了 对 那么此外呢 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北向资金 和融资融券 对 跟7月初的时候 少了一个零了 特别是 流路是流路的 北向是最明显 有时候 流还是流路的 但显然是少了一个零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增量的一个龙头啊 现在是开小了 对 方向不变的一个情况下 那肯定力度跟7月份 至少速率是应该降下来的 对 这是必然的 所以很有可能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排除在目前的一个位置 有切换的有可能 那您觉得 但是我觉得切换成功的概率很小 您觉得切换成功的概率很小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种切换是多次反复 对 多次反复 但是因为群动机主差 所以目前情况下呢 就像几年前 小票一动 动一动 马上就意味着行情要结束 现在也一样 如果大票 这个大金融 大篮筹 你动一动 很有可能市场 其他部分就抛给你 所以造成这个市场的一个行情走不远 那么如果那边 那边的估值很高 但是大家慢慢慢慢地 从这边转移 转移到那边呢 它涨一涨又有人脉 那么最后的市场 就是一个震荡的格局了 我觉得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 所以刚才你开场说到的 三四五八点 对 这个位置 我觉得有希望吧 但是 没有那么快 老爷说了 有希望 没把握 我觉得也是啊 如果八月份就真的站上了三四五八点 我个人啊 也觉得好像有点快啊 就大家有没有真的做好准备 我跟你说 在我节目当中的好多嘉宾 都跟我表态 说创新高 它会降低仓位 这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嘛 就是我觉得大家必须要看到一个更高的位置 比如说六七月份的时候 大家冲出来 第一波很多人喊三千三三千五 所以它能慌慌慌直接涨上去 现在你要有人看 看三千八四千 到时候我们才来去冲这个位置 可能更好 那么这种过程里面 小吴觉得八月份 怎么在操作上给一些更具体的建议呢 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啊 就是要加机构低配的品种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月时间当中 市场当中表现最好的 比如说低估值顺周期当中以化工作为主要代表的 科技当中的挖地就是类似于军工 你会发现现在资金主打的方向就是那些机构过去没有仓位的地方 他们只要稍微加一点仓位 就立马就水涨船高 那这个低估值或者我们说低仓位的东西其实蛮多的 刚才老人说的金融地产也算是低估 有色保险也算是低仓位 其实他们低仓位的东西还蛮多 因为他们主要加的都是消费和科技 如果现在转过来怎么看的这些东西 其实任何的一个行业板块需要进行一个上涨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对应的行业逻辑 比如说我们看到化工有一个叫成长周期的一个逻辑 看到军工的话可能会有非常多的 比如说弱周期的一个逻辑 相对来说非常稳定的这样一个业绩增长的一个逻辑 总体上来说都是要和业绩增长进行挂钩的 就是那些机构低配的品种 一旦有一个新的成长逻辑出现的时候 很可能会被资金立马地填补 他们的这样一个估值的一个挖地 另外一边就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些 机构高配品种的这样一个降仓的一个动作 无论是医药 消费 还是说一些大科技的这样一个领域 现在相对估值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的话 只要这当中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新步期 很可能会出现板块内部非常大的分化 整体降估值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这样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加机构低配 另外一个就是减机构高配 这样的一个方向 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操作 可能会贯穿后面的这样一个始终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 从宏观上来看 我觉得下半年大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从微观的操作层面来看 我觉得这个老袁刚才六个字 我觉得挺好的 有希望 没把握 这是八月份 如果八月份能够反复地去攻击三四五八 我觉得也不错 在三千二到三千四之间 或者高一点三千三到三千四百五十点之间 横盘震荡 其实我觉得已经也不错了 操作性也还不错 那从小屋来看 从高到低的这个切换是必然的 我们以前经常有句话叫借固而涨 那这个固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些热点的题材 但我觉得这个借固之前 其实还有个最重要的其实是估值 所以低估值的东西的上涨需要借固 如果你找到了一些低配的低估值的东西 它有一些逻辑变化 你快点去买 我想他们在未来的下半年 一定会有超额收入 好吗 本期节目我们对八月份和下半年 做一些阐述 希望对你的操作有所帮助 我想市场再做一些风格尝试性的切换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你要更敏感一些 适当的更灵活一些 好吗 仅供参考 接下来进入本期的风味新夏 好 进入本期的风味新夏 刚才我们聊了高低之间的那种 我们说切换也好 跟均衡的这种配置也好 但有很多的投资者 我们说实话 他们就是不喜欢 就是要在高弹性里面 有人说这个死了都要爱 我就是喜欢在这里面 那么我们在这些东西里面 我们要承认他们赛道是好的 对不对 大的行业方向是好的 有没有一些行业 就现在还可以继续看一看 或者在下半年 你们不可能说下半年 完全回到蓝筹 像17年那种行情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我们跟基金经理也是这个 他们也是死了都要爱 在那些行业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些行业里面 还有没有一些值得去关注的东西呢 其实我是比较看好 这样一个整个新能源行业的 新能源 你指的新能源是指新能源车 还是整个新能源 整个新能源行业 包括光伏 包括风电 对对对 因为现在其实已经是出现了一些 比较崭新的一个逻辑 首先看到新能源汽车 这边主要是欧洲那边 还是出现明显的起量 这样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伴随着在整个全球 我们看到电动车渗透率的 一个不断提高 相关产业链的公司 一定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机会 这是在整个机构 经过过去差不多接近一年时间 不断强化的一个逻辑 所以未来的新能源汽车 如果我们一些比较好的企业 它可能就是一个 全球产业链的供应商 很像苹果产业链 好像有一个好大的空间放在那边 这是第一块 再有两块就是 过去可能市场关注度比较低的 算是整个的一个电信行业当中 机构地配的这样一些方向 就是光伏加上这样一个风电 现在开始出现了一些 比较崭新的一个变化 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则信息 当然现在还是处在一个 要落地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等待它最终的一个落地 就是可能国家电网会发债 去补上这样一个 可再生能源的这样一个 拖欠的这样一个补贴的一个问题 如果一旦这样一个问题 得到这样一个解决的 大家可以想象 整个的一个光伏也好 风电也好 它们的这样一个景气度 会立马出现 比较大的一个中长期 对 我记得今年年出来 是去年 当时由于补贴退坡的这个消息 股价出现了 整个行业出现一波下跌 如果现在能够补上来的话 那应该至少估值上 会有一些谈生 其实这当中包含两条路线 一个就是整个的补贴 过去缺口非常大 差不多是在三四千亿 那么对相关的一些运营商 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现金流的一个负担 那么现在未来 如果通过这样一个补足的话 可能对它们的这样一个 真实的一个经营状况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那么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条 它们的这样一个发展 再有一个就是 马上就要进入到 从明年开始吧 2021年 2022年 会进入到风电光伏的 这样一个平价上网的一个时代 一旦进入到平价上网 过去那一个补贴 退坡的一个逻辑 可能就完全不存在 可能会完全进入到一个 崭新的一个发展时期 那么正好相关的一些板块 可能又是处在一个机构 相对来说过去关注度 不算特别高的这样一个领域 那么它们景气度 又是比较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 类似于风电 类似于光伏 这当中的一些制造链条 现在业绩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理解的话 又有比较好的业绩 又有比较新的 这样一个逻辑的一个出现 很可能整个新能源 会在未来成为机构 会加仓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方向 对 我也觉得新能源这个行业 应该说整体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景气度经验是不错 当然也有部分的品种 其实也涨了不少 我看一下光伏里面 有很多涨了很多 老颜对整个高科技这一块 有什么看好的吗 是这样 刚才小吴在提到 要抛高估值的买低估值的 总体上我觉得这个思路 我是能够认同的 但回过头来说 在不可能全部把高估值都抛干净 尤其是在节目当中一讲以后 那我想散户如果认同这个理念 他也去抛高估值的话 那机构是抛不掉的 对 他抛不掉他就没有钱去买低估值的 对 所以低估值的就可能起不来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难 其实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逻辑上肯定是这样的 对 所以这个就可能震荡的一个时间会拉长 一个在高位可能震荡 一个可能在低位反复震荡 所以高估值的未来未必会没有机会 对 低估值的未必一定有机会 对 那我是想换一个思路 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记得上一期我们在讨论内循环外循环对吧 对 内循环为主 外循环为辅 对 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 并且外循环是要为内循环服务的 对 当时我们提到了航天军工板块 对 我认为这个是纯内循环 加上它有高科技的一个属性 所以本周我们可以看到 航天军工板块应该还是很不错 对 那顺着这个思路呢 我在想还有没有纯内循环 那我在想可能网络安全 就应该也是属于纯内循环 对 因为网络安全尤其是我们好多政府部门 像大的一些国企啊央企啊 对 他们的这个网络安全 你说有外循环来拦止 这个好像也不太 而且像安保1.0升级2.0等等 这些落地以后 这个发展的一个 我想未来应该还是看得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行业 还是可以关注一下 对 包括我们在说的很多数据中心 IDC 未来其实还是要大量的用到 我再补充一下 好 就安全这两个字 其实可以谈的东西非常多 因为其实在这次的这样一个重要会议当中 其实安全这两个字被反复提及 它的这样一个关注度市场就水涨船高了 那么在安全当中主要是几块 第一个就是袁老师说的网络安全 对 第二个就是粮食安全 对 粮食安全 第三个就是能源安全 其实近期围绕着几块的这样一个安全领域的一个 我们说市场的一个拔估值的过程 正在不断的一个体现在市场当中 好像我还看到一则消息关于未来的软件的正版 国产替代的这种预期 其实也在不断的加强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谈下来 虽然我们对高低估值是有一些看法 但总体市场我个人认为 即使8月份指数不创新高 操作性应该还是不错的 至少可做 可谈的东西很多 宏观上的定调很稳定 所以大家安下心来 我觉得保持一个结构性的操作即可 好吗 本期的风味新香就到这里 进入本期的边学边传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很多的突破形态 本期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羊包阴 羊包阴大家听名字就知道了 一根羊线把阴线全部包住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又把它称之为底部羊包阴的 看掌吞没线 一定要羊线把阴线全部吞没 一根阴线无论你多大 之后的一根羊线 必须要把你全部吞没 而且一般最好是在底部出现 这是一个底部非常标准的 反转信号 一根大阴线吞没之前的 一根阴线是多方发力攻击的态势 在交易的关键点上注意几个 一个 该形态中的阴线 一般要全面包裹阴线 包括上下阴线 很重要 有的阴线它的阴线很长 在整个的包裹过程里面 尽量地把它全部包裹 它显示了多方发力 该形态的阴线成交 一般要大于阴线的成交 显示多头的意愿 更为明显 第二 突破阴线前高时 一般为跟随的入场点 前高而不是它的开盘价 是突破前高的时候 同时阴线的收盘价 都为短期的止损位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如果这是一根阴线 阴线包裂 包裂以后如果再出现回落 那么阴线的收盘价 阴线的收盘价在哪 在这 往往是你的止损点 跌穿就要走 创新高就要买 这是整个的交易特点 我们来看看 给大家的一个案例 图中的一个案例在哪 在这 底部的反转阳包裂 我们看到了 这根阳包裂的整个走势 是一个标准的底部反转吞没线 但在这个案例之中缺一点 缺什么 缺量 这根阳线的量其实略比阴线大一点 但是一眼望过去肉眼几乎看不到 但为什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第二天跳高 看到吗 跳高以后第二天补量 所以这个最佳的买入点并不一定是当天 你可以在第二天跳高的时候 及时入场 因为跳高的这个动作 同时带量几乎就是一个补量的过程 所以在图中的阳包音的阶段底部发生 阳线的成交略显不足 你可以尝试买 但第二天是一个确认的跳高 所以第二天一定要进场 进场以后你看 这个缺口就形成了很大的支撑 然后在高位震荡再做声势 这也算一个底部的比较标准的看涨吞没线 当大家看到一个股票在低位出现这种形态 如果当天成交放大 阳线就可以跟随 前提是要突破阴线的最高价 如果当天不放量 在之后补量确认也可以跟随 当然止损位我们说了 就是这条线 好吧 今天跟大家讲了看涨吞没线的阳包音的底部反转信号 希望在大家震荡的过程里面能够用得到 本期的边学边转就到这里 本期的财经风味我们就到这了 我们聊了很多的宏观政策 最后聊到了操作 我们刚才说了机会其实还是不少 对指数来说 袁老师觉得这个3170对不对 那个位置大概有一个双顶 那这个位置是不是现在算是 这一轮调整比较踩实的一个 也不见得踩实 毕竟这个缺口 我认为这个绝对话 没有完全补去的 我认为这一轮调整比较